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1513的中心店除了有所谓的一个车电的题材 当然还有就是除能发电的一个题材 这些个股今天都非常强 那包括说像鸿海集团里面的5243的以胜KY 很难得 这档股票昨天投信又开始买进 在基建附近往上攻 那今天也就出量要站上去 那这一波的一个指数下跌过程 对大家来讲 在今天收盘站上月线的话 基本上没有跌到 我觉得这整个族群都非常的好 那今天早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是鸿海的电动车又有新的一个新闻 除了他在二州的一个工厂 已经拿下包括Lowtown 还有就是Fisco两家新创电动车厂的订单 他现在还在跟另外一个新的客户 在核资 准备要进行新的一个投资 另外董事长刘洋伟现在 还正率船赴印度要去考察 要跟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它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版图不断在扩大 包括都像在印度 还在美国 所以我想啊 未来几年鸿海在整个电动车的布局 我觉得会非常好 那我们之前帮大家做最终的一个电动车的族群 包括像鸿海跟玉龙合资的洪华先进 那所以啊 我们当时有跟大家报告说 鸿海的股本有1300亿哦 那玉龙110亿 那相较而言啊 一样都持有这么高比例的 红华先进电动车的题材 我觉得大家先看玉龙 那玉龙这一波 哇 这一星期 指数震荡破体的过程里面 它股价是一度的创新高 那当然昨天爆量之后 它短线它会进行休息 把空间让出来 那我就从这个角度 再去帮大家去找寻 最近的一个股票里面 还有没有位置还是比较低 绝对价格又便宜的 那我就从鸿海机场里面 找到了这一家 代号6129的铺陈 我觉得说这边 我可以好好去留意哦 因为第一个 绝对价格真的相对便宜哦 前一段时间 它在五月底 开始往上跳空大涨 那也是反映到了 整个鸿海机场的题材 最近它又回到了什么 回到了起场区 那这个当然是个好位置 因为它现阶段 技术面是回补了 五月二十号 到五月二十三号的 跳空缺口 这个是位阶低 再来 我再去想到 我在两年前跟他报告 过的一档客 我叫代号3588的统家 这个是什么 这是电源管理IC 我把我当时候 推荐他的道理 我跟大家再讲一遍 当时候我在看 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他有一家 跟他有相对 非常深厚的一个 电源管理IC的公司 3588的统家 这是他转投资 那当时候股价三十多块 那我相信 未来他一定会有机会 往上大涨 那从那个时候 跟大家报告完 三十多块两年前 去年他最高价来到 一百七十四 现在都还有八十几 但我就在想 一家IC设计公司 它背后有集团的奥元 再加上本身的努力耕耘 总会发光发热 那我再去看到 6129的浦城 就有一样的背景 背后是有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 现在真是跨入车用影音 电动车的题材 那唯一最纯正的 车用影音IC 就是浦城 所以浦城这一段时间 我认为 他就有机会复制 两年前 我在跟大家报告 这个通价的走势 母集团的奥元 车用电动车 这个长期性的产业 趋势向上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说 现阶段它的一个营收 已经正式回稳 获利也开始出来 去年赚了六毛三 今年第一季赚了两毛二 两毛二对照去年第一季 它是呈现大股成长 去年第一季才0.08 那今年的第一季 已经有0.22 那营收的部分 4月5月 接连两个月都是年增 42%跟20% 其实我只是去 去跟大家 去做一个追踪的话 其实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 每个月的营收 都是年增 从18% 23% 26% 42% 到5月份还有20% 所以今年的获利 一定比去年要来的好 而我们知道说 如果说今年开始10月份 红华先进的电动车 可以被预购 那相关集团 就会开始贯注订单 那鸿海集团 其中里面最热 这个最纯正的 的一个这个 车用营业系的补陈 我认为会非常受惠 那我认为说 在这个位置 提供的投资金 有做操作参考 同时我在看整体的族群 包括说我们早上跟大家在讲的 这个有元宇宙 又有这个玉龙集团的一个概念的 这个3059的华金科 我觉得在今天里面都非常强势 这些都是绝对价格还是很便宜 可是长期来讲 第一个基本面已经开始获利 未来营收都会有大成能的公司 我觉得在这里面 投资金科都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好 那风鸿我们在 帮大家扫两块族群 一个是在盘面当中的 这个太阳南风力发电 目前在接近尾盘的时候 看起来蛮多个股市在拉一波 你看像中兴店 目前买单拉抬 已经逼近到了 是在亮灯涨停板 刚包含像是上尾投控 目前在尾盘的表现 也都还算不错 持续在扩大涨势 另外一块则是生计股 我刚看到C28的中天 目前在尾盘 拉升速度也还真的蛮快的 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到 过去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 当然说这个生计跟绿能 都有一些政策题材 政策护盘的一个相关指标跟方向 可是在近期的一个盘面当中 能够逆势大盘往上涨 搭配上了一个筹码观察 真的是有时针买盘 持续在进行力挺吗 下个礼拜政策护盘题材股 还有我们机会成为牌面当中 逆风上游的一个个股表现呢 好我想其实在这两周 指数下跌过程里面 医药生计相关的股价 本来就很强 那合一在这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 先间接电影跟报告过 因为它在5月底 有个大的转单 过了这个大转单之后 整体的一个市场 就开始转向正面 而且投信也开始进行买进 近期应该是有所谓的一个 北美跟欧洲医财的这个利多 有可能拿到医财的要证 那所以它这边股价开始进行反应 中天当然是合一的一个母公司 那同步的上涨 但我会认为说大涨的个股 在这个位置 我都比较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一价 那政策族群里面 我会比较欣赏说 今天的能源个股 开始往上走 安吉大快速往上拉高 然后上尾抖控都往上攻 这个都是 不管是太阳能 或是风力发电里面的一个佼佼者 但我会跟大家来报告的是 在这边的话 如果投信已经加码非常多的 我不觉得说它未来会强拉 因为现阶段的一个投信 它很多的股票 它属于要进行结账的动作 从高的重力反而不要过去做追降 但是整体的能源 我今天在来公司的路上 我就听到 在广播里面提到说 昨天的一个被载电量 已经只剩下5% 那就表示现在能源真的非常缺 那紧接着大家知道7月份开始 这个台积电要进行 所谓的三大米的量产 可能要开始出货 那相关的一个吃电怪兽 会开始发作 而现在又开始是夏天 所以能源这边是破代媒介 那太阳能又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4点之后 5点之后 天气就 太阳就没了 它的持续性就相对弱 能源的部分 风力发电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选择 那这其中里面 3708的上尾投控 这一段时间其实投信买了不少 国家今天又重新站回到 季线位置 那我会认为说 它现在急拉 当然不是建议大家 今天去追及讲 反正你可以去留意到 位置还很低的 过去也是 这整个的一个风力发电 这个非常热门的公司 这个是代号6806的生威能源 那这家公司 大家可以甚至留意到 这一波它其实已经 打底两个月 它其实在4月份 有一波的急拉 那时候是投信 有开始进行买进 但我发现过去这一段时间 投信都没有卖出 那这个底部打完成之后 它现在股价接近到基线 那你去看 它基础面上 已经整理了将近 一个月的一个底部 最近指数破底 它没有破底 新能源的部分里面 我觉得风力发电 未来前年会很高 那生威能源 不只有风力发电 它还有所谓的一个 这个水力发电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的题材 会越来越多 阿兰姆集团的这个 正位集团 其实能力也非常强 我倒是认为说 如果现在在看 整理族群里面 风力发电 我认为优于太阳能 而再次其中里面 这个上位投控带投 当然股价 产能相对比较高 比较贵 那6806的生意能源 我觉得这边投资朋友 可以特训做留意哦